西班政府在这一季国会提成修宪案 寻求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 但却没能够获得反对党权力支持 马化总会长都斯里维加强就抨击政府太仓促 这边乡要让满18岁的人投票 另边乡又不能够让他们自行登记结婚或购买香烟 就像陷入不大不小的局面 而伊斯兰党也要求政府满足三大条件 否则反对修宪并且提成私人动议 能够参与国家大事却不能解决自己的事 这是马化总会长兼加一大国议员 为嘉强提出的问题 他今天在国会走廊 很批西蒙政府仓促修宪 将投票年龄降到18岁 却没有审视其他相关的法令条文 导致18岁的人陷入不大不小的尴尬局面 你觉得马来西亚是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尴尬的 我可以做选民 我可以做国会员 我买香烟我不能 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吗 你不能决定 你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 但你决定不了自己的婚姻 因为你18岁还不能够登记吧 你如果说你要选择登记跟某人结婚的话 你要要先去 所以这些都是重新要去审视 他不能够只是说 我给你做选民 那你不大不小了 魏嘉强认为 政府可以修宪 但必须先检讨和调整相关的条文 加上离下届大选还有时间 因此不及在意时 他不认为降低投票年龄会对在野党福利 秦为水能在州亦能复州 年轻选民也会不满西蒙推出的政策 拒绝把票投给西蒙 另一方面 街党总秘书达基督定也透露 首相明天将会就修宪的内容 及反对党汇报 他从事重申 反对党开出的三大条件 缺一不可 当中包括除了选民 候选人的年龄也必须要降低到18岁 同时自动登记成为选民 如果其中一样做不到 那么反对党就不会支持修宪 同时会提成私人动议 我们是抗议者的抗议者 从股的抗议者 抗议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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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者 三大条件 我们抗议者,如果政府不拒议者 我们将会加入公司的抗议者 移民,抗议者,移民三大条件 移民,抗议者,移民,选民,选民 也就是抗议者,移民 但如果政府不拒议者 我们不必要做 我们不必要做 我们只需要留意 修宪法案上个星期已经提成基督 二读辩论则定这个月16号进行 八度空间张雨林国会大厦报导